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罗乃圈回合室的时间 在我旁边的是陈嘉然传道 上一集说到一些很触动我 亦是我认识见到的是嘉然的女儿有血癌 血癌是很严重的病 我很想知道在那段旁黄无助的日子 你刚才说跟女儿玩 我第一句就想问 跟她玩什么 在医院 其实真的很感谢神 因为不知为什么女儿很喜欢听诗歌 我搜罗了所有的诗歌 到今天都很记得 儿童的诗歌 儿童的诗歌 我自己很借的时候 但当她一听诗歌的时候 她的人就好像不懂得痛 即是睡觉 对 另外她立刻开心了 我看到她开心 我悲哀的心情就得到医治 这个是其中 面对艰难的来源 扭转的观念 我觉得观念也好 心急超 心意更生意变化 想法要改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去移民 我天天很沉重的心情 我经常拿着一些吃饭 因为她吃不到医院的东西 我一岁 我煮给她 很沉重的心情 去医院的时候 平时搭车上班 现在就搭车回医院 很不同 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生已经转了工 不单转了工 现在我生活在医院 很多时候要在医院睡 我只觉得我移民 我只想想 人家为了子女生命 要移民 那时候有移民前 我为了讀书 我都要移民 我为了我女生的生命 去移民 是很有价值的 都是一些思想 是不同的 你一定要在这里转一转 是 当时有没有人陪你 你会不会认识到 那些自同道合的人 一起走 或者同样是 警制遇 其实 就是因为 有一群这样的人 所以你会觉得 过得来就不是太困难 因为很多妈妈和我 一起遇到这个情境 可能病房里面已经有 病房里面 我们给予鼓励 给予安慰 给予交换讯息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医学专家 因为交换讯息 之多 每个人都很累 后来 女战召好后 一个医生鼓励 我们成立了一个医护组织 在医护组织里面 我们会探访 探访刚刚入院的病人 然后发现 带着女儿去探访 那些人更开心 因为她见到女儿 好回后 她真的好回 血癌不是可以好回 是的 原来真的会好回 而且我女儿也挺活跃的 她经常到处搞事 她越难听说 她越白掩 那些人就越开心 因为她见到她活跃的一面 之后 跟她们一班癌病的儿童 成立了一个 儿童癌病的合唱团 就叫做生命小智市合唱团 就是叫生命小智市合唱团 然后在那里 我就觉得我真正 很全地奉仇去博士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因为我发觉 我发觉 我因为有神 所以我在医院过的时间 没有他们那么艰难 因为我见到他们 真的很贫朴地 给健康食品 拜偶像 应该要陪子女的时候 冲了出去放生 之后 令到我觉得 其实如果 医院里的家长 当时有神的时候 他们应该觉得 没那么辛苦 所以当时 就有一个心志 想离开这个保姨旁边 就在医院里服侍 也是因为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很多病童 带着合唱团的家长 他们是周围 跟有病的小朋友唱歌 去医院里面 或者老人院 除了去医院唱歌 有时 去公开表演都会有 是啊 我见过 唱歌公开表演 我发现他们有发挥到自己 我就很有满足感 因为我见到病童 他们病完之后 我可以帮他们 发挥他们的病患经历 去鼓励到人 所以病童也很开心 也有自我价值 是啊 是的 他们的价值也有提升 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因为我发现 我演员那里 还有做保险 很多时候要一些激励的说话 在那个时候 我是能够安慰 鼓励到当时很多的家庭 所以我自己都很开心 亦足发挥到自己的 听起来 听起来 我一直都觉得在困难 逆境内 我们很容易正是 focus在我们的困难 但是在嘉然身上 或者在我接触的 一班生命小事事的家长身上 你发觉到他们 不单止是关心自己的子女 又怀抱别人的子女 甚至坊间接触很多的大众 将爱一路传递出去 下一集就要问一下 为什么会变成陈嘉然传道 好吗 好啊 hal酷